220 《甘肅日報》 互聯網家為中外企業帶來合作機遇 2015年7月15日網絡時點12不久前 美國原件和雲計算公司自破傳赤漸 N表來到四川面羊 與家電龍頭企業長紅的技術團隊對峙 根據雙方合作協議 自破傳於N幫助長紅開發物聯網平台 未來使長紅製造的所有家電產品構成物聯網家居 公司首席執行官黃友進先後在美國多加高技術公司擔任過高管 相信物聯網是護聯網的下一場革命 譚喜與長紅牽手 黃友進高興地說 長紅揭心打造以人為中心的物聯網服務 與之破傳背拱塞多的技術完全契合 這是一個大好機會我們非常興奮能與長紅合作 近年來 將長紅這樣擁抱互聯網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 互聯網技術與家電業、零售業、汽車業、影視娛樂業的深度結合 正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和創新發展 隨著互聯網加行動計劃上升為國家戰略 各行業的互聯網加行動熱潮正在形成 大勢所趨看好互聯網並積極響應的企業 不管來自傳統行業、還是新技術企業 都意識到這反映了時代趨勢 樂視集團副總裁、樂視規谷業務負責人李希 認為互聯網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 縱觀世界、各行業都在充分利用互聯網 移動互聯網或物聯網 這將級行業帶來極大的提升 這種新理念能夠創造很多新模式 也就事說傳統行業與互聯網融合 不是簡單的碟加 而是可以產生成發效應 李希說 目前樂視的業務在手機、電視、汽車、體育等 多個行業內延伸 其中許多環節都充分融入互聯網 以便與用戶親密互動 傳統零售業巨頭蘇寧雲雙夫董事長宣慧文說 蘇寧從2009年開始 蝦式代表詞A積極擁抱互聯網 六年來已經成功開闢線上線下互聯網零售之勞 互聯網可以說是對蘇寧轉型發展的高度概括 祈賦360元本市一家互聯網安全公司 360公司海外公關總監獄靚說 在互聯網概念指導下 360公司也開始向互聯網家居 智能家居領域拓展業務 由於未來家居用品日益智能化、聯網化 360公司注重研發互聯網家居 智能家居的康存管理、把信息康存產品與物聯網結合起來 保證安全使用各種家居設備 海外合作擁抱互聯網技術的中國企業 不少選擇在互聯網發源地美國規谷建立研發基地 近距離接觸這類雲集的新技術、創新和人材 為互聯網加實踐提供支撐 比如今年年初建立的長紅北美研發中心的主要任務是開展技術合作 為合作夥伴提供長紅在規谷的總子基金、辦工場所和設備 還提供長紅在中國的資源 包括分銷及製造能力、該研發中心總經理潘劍涂雪 其團隊主要關注基於雲計算、大數據的內容推送、物聯網平台、智能家居等技術 估計每年要從上千個項目中砂裏淘金 設在規谷的蘇寧美國研發中心副總經理李希上介紹雪 該研究中心最招智能搜索、大數據、高性能計算、 互聯網金融等領域的前緣技術研究 吸引鳥本地諸多高科技人才加入 蘇寧還與美國供應商合作 把美國產品引入中國市場 支持蘇寧正在大力發展的跨境電商業務 360公司今年開始在規谷開展與智能硬件相關的枯化器項目 該公司的越靚雪 對於符合互聯網概念 有發展前景的項目360公司都有興趣 其合作夥伴可以得到360公司提供的投資、辦公場所、 中國市場資源和專業導師等 最近,360公司與巴西互聯網安全公司Safe簽約 為巴西所有出租車乘客提供免費Wi-Fi上網服務 如靚雪,未來360公司還將有更多的類似拓展 通過這些合作方式實現互聯網加 增加中國公司在國外的實力 分享機遇中國企業與海外企業開展互聯網相關技術合作 在吸收創新技術和高數質人才的同時 也以自身優勢和資源為合作夥伴帶來共贏全景 樂視的李希表示 其合作夥伴能參與樂視的平台、內容、終端和應用 可以讓各方實現共贏 李希還提到 在與美國公司打交道時 深深感受到對方非常重視中國市場 樂視利用在中國的資源可為美國企業開拓中國市場提供很好的幫助 自迫存有比長紅合作 也正是看中了中國市場的潛力和長紅的實力 互聯網行動計劃為它進入中國市場提供了契機 自迫存赤手有進說 該公司決定把重心放在中國 因為中國是實現大規模物聯網的關鍵 物聯網中的設備大多在中國製造 中國也非常清來規谷的軟件和專業技術 所以,現在是自迫存一 挨入中國這個帝密聯網市場的大好時機 自迫存抖以劣撇 中國的互聯網加建設 期待互聯網全面展開 近日,中美產業互聯網聯合實驗室在杭州成立 出席揭幕移職的美國工業互聯網聯盟執行動是李查德·薩利說 這一實驗室將對開發國際工業互聯網測試平台發揮關鍵作用 薩利相信,中國產業界以創新方式再製造業 醫療保健設備、金融系統、電網等領域擁抱互聯網技術 將給中國及海外企業創造新機會、新利潤、據新華網 aaa